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现在国内的疫情 现在已经危机倒数了吗 现在不逃也列了 全区都是红区警戒 我们来看现在这个称施中 他是讲说因为感染源还不明 可是没有时间等待 这个检测的结果 所以先列了全区 现在目前是匡列了5000人 但是有2991人 是已经在居家隔离了 不过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发现到说 现在专家学者们提出的建议 都要被列污吗 除了之前的这个杨署长之外 因为他当时也是提了一些建议 说要依照这个遵守SOP 但是这个府院党军网军 也是不断的出征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杨志良的女版吗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说 这个邱署提提出 在他的Facebook上面提出了 四项建议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建议有哪些 包含了像是这个接触者 不该居家隔离 不应该只出不进 一人一室隔离治疗 还有扩大这个社区裁减 很多人说这个建议都蛮具体 也都很有建设性 但是我们却看到说 这个绿营包含了网军 1450好像也一窝蜂的 这样出征了 现在是不是专家 都不敢讲话了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的 这种公位的东西应该是可以讨论的 大家得到一个共识去处理 可是台湾因为长期的政治对立的关系 你在讲任何意见的时候 他会先看说 你是不是国民党的官员 你是不是国民党的名义代表 你是不是跟国民党比较亲近的 评论员跟名嘴 如果是你讲什么我都不听 都错 反之你是不是民进党的 你是不是跟绿营比较近的 那支持国民党人也不愿意去听 所以现在变看颜色了 那这样子对台湾来讲 其实基本上是一加一 不但是没有办法大于二 可能甚至一加一加起来还小于一 不是一减一 是一加一 台湾的两派的人在那边互相的讲 现在这个时候 跑去骂邱淑提 跑去骂杨志良 跑去骂你们之前 以前当卫生署长的时候怎么样 无助于此刻的防疫 那今天邱淑提 他至少也是一个工卫专家 他至少比一般人懂 他提出他的看法 你觉得OK 你采用 你觉得不OK 有必要把他当成杀副成人一样打吗 可是现在台湾就是这样 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一些原本 你可能不想被讨论的 像是萊豬 已经完全没有人讨论了 像是疫苗 像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接触的情况之下 需不需要家人也进行隔离 有没有指挥中心在第一次 838被812一传 两个礼拜以前 除了叫媒体先不要报道之外 除了告诉大家是北部医院 你不能讲名字之外 对于这些医护人员 有接触过的 观众朋友一定很清楚 我现在讲一个比较 也不生气 但是讲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确诊的人有接触过 比如说我跟朱学院有接触过 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确诊 另外一个对象 就是被必须隔离14天 这一年以来行之有年了 只要你的家人有人确诊 那你就必须被隔离 但838他在确诊的那一天 跟他同一个 在医院里面的其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 并没有被隔离 他们只是去做了第一波的筛检 464个 一彩音 所以就觉得没事了 结果从一个传到下 已经传15个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当你提出了一些看法 也不是说希望指挥中心倒 或者说指挥中心哪里做错了 我要口诛笔伐 可是你提出了 哪怕是一点点的建议 就立刻被打成说 你有资格讲话吗 你秋淑提示太空人 你穿着防护一进和平医院 当时你关和平医院 害死多少人 就搞半天以后发现说 根本就不是邱淑提 他能下令去关的 我当时在台北市政府跑新闻 这一段其实我很清楚 可是我这两天都没有谈 为什么 因为你去谈和平医院的事情 有办法帮助现在 很可能会即将爆发的台湾疫情吗 桃园现在医院 已经整个布桃变红区 你已经不知道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了 一个小小的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天 今天礼拜一 大家看一下昨天陈松部长的两场 即就会第一场跟大家说 这个完全没有线可以连结的 889跟890两个点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网友听 大家也不要因此而恐慌 我讲完大家就懂了 为什么会变这么严重 要整个布桃变红区 而且要隔离5000人 你看他连不到任何的地方 因为他是12楼 12A的病房是外科病房 一开始812常给838这个医师 他是ICU跟7B 7B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布桃的7楼B病房是内科病房 是负押隔离病房 不是外科病房 7楼跟12楼完全没有交接 没有连结 没有关联性 当时这里叫绿区 可是现在出现了 所以你连不上 怎么传上去的 7楼变到12楼 是空调吗 是水吗 是什么感染物吗 不知道 昨天不知道 今天下午陈松部长 聊天开记者会 也没有补充这个图说 我们连上了 因为之前这个本来也连不上 这个869的越南籍的看护 一开始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1月19号也连不上 可是1月20他被连上了 我们讲的那都放心多了 现在两天了连不上 第二个 这个889跟890这两位 他除了是在 没有关联的外科病房 跟这个之前的838 毫无关联 你根本无法解释 他如果被感染之外 他是在1月8号到1月11号 住在布立桃源医院 1月11 观众朋友 今天1月25了 两个礼拜前他就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整整9天以后 1月20号才开始出现不适 所以这么久之前 他就离开医院了 他也没有被检疫跟隔离 他最多就是自主这张管理 戴口罩而已 他还去跟他的社区的朋友 打乒乓球 他还到处去跑 这段期间很可能 他会把他的病毒传出去 所以不只是 现在布桃的5000个人 要被隔离 事态严重 在桃源的社区传染的几率 确实是提高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网补起来 我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网络上 讨论最多的是什么 是邱淑提害死和平医院的 30几个人 就变成是他害的 当时下令的人 如果说 我有第一波讲说 邱淑提害死那些人 因为他奉愿把里面的人害死了 大家都没有防务医 只有他一个人做的 他一个公益 就是一人 所以奉愿的人 就是害死人的人 包含邱淑提包含马英九 现在发现下令的人 是当时的卫生署长 突醒哲 突醒哲也害死人吗 我们台湾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讲外交 讲医疗 就是谁害死谁 然后就结案了吗 问题就被解决了吗 台湾已经变成是一个互相斗 比红卫兵还红卫兵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 当杨志良署长他讲了一个 我跟学生的看法是一样的 医师要开除你的话就中了 可是你因为你话一中以后 你其他讲的SOP 没有人看了 没有人管 其他讲的是对的 那90%讲的是对的 现在事后验证 就是那些流程 他应该要被SOP 更加严格的去检验 要做好 不要有漏洞 可是没有人跟你讲这个 就讲杨志良要开除医护 你凭什么 你又不会插管什么 骂两个礼拜 现在邱淑婷也一样 你就不要看到他PO文 邱淑婷的建议你觉得 不OK或是没水准 好 就不要管他就好 就听指揮中心的就好了 你现在去扯和平医院 有任何意义吗 能够帮助现在的问题 眼前我跟大家讲的 现在桃园的问题 可能社区会传播的问题 能帮忙解决这些问题吗 没有 所以此刻去骂邱淑婷 是非常廉价的 邱淑婷讲的话是可以参考的 就算你不参考 你就忽略他就好了 辱骂邱淑婷没有办法解决 目前可能会面临 未来两个礼拜 非常严峻的防疫困境 等于说现在其实 已经不光是这个戏凤了 他不承认说是漏洞 可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漏洞越来越大了 但是我们也有一句话是说 不要因人而肺炎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专家学者的建议 应该还是要听一下 不要因为说他是谁 他提的建议就全部 一杆子抹杀 但是我们看到说 邱淑婷他讲完话之后 这个府院党的国家机器 好像从上到下 全部通通跳出来围剿 我们看到说像是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就说你的建议 就直接定义说 就是口水风凉化 恶意批评 他不觉得是建议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 民进党的发言人 严若芳讲说 没有办法给专业建议 就闭嘴 还有这个王定宇 他也是讲说 当年SARS封院 就把SARS的事情 又提出来 就等于说你讲的任何话 我们都觉得说 这都不是好的建议 直接先贴标签 再来这个陈柏维 三Q哥 这时候还怕大家忘记他 赶快出来讲说 你跟中共一样 管你去死的这种嘴脸 直接是把秋淑婷给抹红了 所以这个秋淑婷 他就直接回说 他自己只是一个 手无寸田的民众 却看到一堆绿网军来攻打 他觉得说这个吹哨者 在台湾难道要被这个射杀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一件蛮可悲的事情 但是看到这个绿营这边 其实他们也挖出说 这个之前的东西 他们说 其实这个是马英九的这个决策 到底是谁的决策 可是看起来 这个俨然已经变成一番口水战了 朱导 我直接照着 现在执政当局的讲法 就是我们要挺抑 百分之百挺抑 医护缺钱 缺粮 缺资源 我们通通都给 但我不禁要问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王定宇 3Q哥 在现在做的这个东西 有帮到医护什么忙 在你做图的时候 在你想办法骂人的时候 你的医护还是缺钱 缺粮 缺资源 你的医护还是缺人去替补他们 你的不利桃园医院 我们还是要讲 这个我从上礼拜一直讲到现在 你们从来不说实话 布立桃园医院 是中华民国的三海关 所有的境外移入 全部都送那边 第一时间都送那边 他接受了至少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确诊者 重症也在那边 从去年开始三百多天 就是一群孤军在那边作战 什么叫孤军 没有后援的 没有援兵 没有人替换 所有的人 大家在那边唱刚高调 唱高调我最厉害 分舱分流 各位你当我白痴吗 分舱分流要不要多人 要不要有多的人可以去分舱分流 专门裁检的去裁检 专门治这个新冠肺炎的专门治 但结果你说分舱分流的时候 我跟你讲不是啊 是因为人不够 所以门诊要支援裁检 那当你门诊人不够 然后裁检人也不够 互相支援的时候 哪里来的分舱分流 而当你没有分舱分流的时候 舅房间 王定宇 民进党发言人 陈伯伟 李李都尉 这些孤军战略作战了三百多天 你有没有一秒钟帮他争取更多人 帮他替换人员 帮他把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设备 甚至我跟你讲 我昨天翻了一下 我去年七月就讲了 如果你今天要用一个特定的医院 来治新冠肺炎的话 你就在桃园机场内部 建立专责医护区 全部只收这样的人 你从全国开高价 争调有意愿 有想法 有理想的医护 而且还拿比较多钱 通通给我去这个专责的隔离寿司 去治他们 你不要再把它跟传统 今天还跟护理之家混在一起 那请问这些人 拿同样的钱 做更多的事 冒更高的风险 合理吗 王定宇 陈伯伟 你在过去的三百多天里面 有没有一秒钟提出这个想法 让我国的三海关守更久 没有 结果现在邱淑提 杨志良 我跟你讲 我也不赞成邱淑提跟杨志良讲话 因为如果今天在台湾现况 是科学不能讨论的话 这叫宗教 宗教没办法介入的话 你就先别讲话 但一讲话就被打 你以为这是什么状况 这是某某宗教的朝拜大会吗 难道不能思考一下 他们提的对不对 我去年也讲了 我说你不要提分张分流 根本做不够 你给我以高薪养莲养财 去在桃園机场里面 给我建一个临时野战医院 所有的境外确诊者就在那边 在那边治 在那边过活 我在那边好 我甚至医护就以三个月为期 在那边做轮替 我给你薪水也是平常两倍 你暂时不要回家了 你就住在那边 我让你赚更多钱 我让你去治这些人 不跟外面有交流 结果不是 国家从来不说实话的是 他所有治进来找进来的 这些确诊者 通通丢布条 通通丢进布条里面的时候 布条压力又多 人又重 他连回家 我们这样讲 桃園到现在没有医护休息站 你是布条的人 你今天收治 所谓的新冠肺炎的病患 你想说糟糕 我今天刚收治了 我是不是能够不要直接回家 我可以去台北新北都有的 医护休息站 我先坐24小时 我洗个热水澡 把我衣服换掉 然后我再回家陪小孩 到现在为止桃園都没有 台北新北都有了 台北是去年3月4月就开始做 你根本不给他足够多的资源 根本不给他 所有需要战斗的武器的时候 结果现在布条一出事 大家都说我们要挺医护 去年在干嘛 这一群孤军都快要被你们消耗殆尽 他们的所有的热情 所有的勇气 甚至你说他们传给家人 他们不内疚吗 他们传给身边的人 他们不内疚 而且还看到他们有那个医护 趴在桌上 所以才不敢回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给兵援 岳飞当年被十二道金牌召回 是因为他打败仗吗 不是 他打了胜仗 但是你有异心不准支援他 结果现在我们一说指挥中心 你的决定不对 你的思虑不周 你说医护为什么会有疏失 是因为他们累了 三百多天不给任何的替代方案 我问你 如果有当过兵 你当了三百天不能放假 不能松懈 一直有不停的 国家一直放外面人进来 带着病毒确诊进来 带着病毒确诊进来 然后说我们要挺医护 所以看起来指挥中心 并没有检讨自己 就是他没有给予资源 然后这时候就说医护累了 感觉又是一个甩锅的做法 医护累是我累的吗 是我让他们累 是一般民众让他们累的吗 是所有你们这些人讲的 什么对岸的小粉红 是什么对岸的人让他们累吗 不是 是国家为了面子问题 一直放人进来 你知道多荒谬吗 几天前有一个美国来的女学生 二十几岁确诊 她一月一号进台湾 你知道她拿的是 几号的PCR阴性证明 12月24号 你要不要一剪 剪一下是不是七天 请问我国的规定 是不是登机前三天 那为什么她七天可以进来 第一个先问你 你知道她为了什么重要 到要死的原因 一定要在疫情 全球大爆发的时候来 语言文化交换 就是来台湾游学的 她时也要来 好 那时间是不是过期 应该直接遣返 没有 不好意思 专人想讲说 因为中间有放假 所以以工作天来讲 符合我们的标准 还可以用工作天算了 我第一次知道 COVID-19会休假 就是不好意思 圣诞节 来我COVID-19 我最近不感染别人 放假休息一下 然后中间又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算的时候 我以为她从南极飞过来 三天就可以还到地球一圈 她绕了五天怎么可能 最后我国的指挥中心说 因为我们算工作天 美国中间有放假 所以要放她回来 请问在这样的状态下 你挺了医护吗 你让他们有更大的风险 没有再挺医护 会员 我听说 她的情况应该是